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 地雷引爆方式主要有三种 压发式 半发式 松发式 前两种属于碰着就爆的 踩中后非死即生 最后一种需要给它一个作用力 然后等这个力撤走后地雷才会被引爆 所以理论上来讲 松发式踩中后只要站的不动 地雷是不会爆炸的 但在现实中基本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踩着雷后你根本发现不了 军人穿的军靴比普通靴的要重很多 也更加结实 尤其是底部 一般刀都刺不破 穿着这样的鞋子 不要说踩着地雷 就是踩着钉子都不一定发现得了 至于电影里踩雷后会听见咔哒一声 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第二 排雷困难 松发式地雷 虽然排雷原理简单 只需要用其他重物压在上面就不会爆炸 但操作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重量稍微差一点 都可能引起地雷爆炸 敌人一般在不雷时都会把附近石头什么的清理干净 短时间内很难找到替代物 综合以上两点可知 影视剧中出现的那种情况 虽然理论上是可能会发生的 但概率极低 基本上只要是才雷的 十有八九 无法全身而退 杀伤率极高 也正因此 地雷成了世界上每场战争 中必不可少的武器 危害性也是难以想象的 远的不说 就说最近的对越反击战 中越双方在长达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布下了上百万枚各式地雷 仅在有一弯周围三公里范围内就有一万多枚 战争结束后 很多地雷成了当地百姓最大的威胁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79年战争爆发到2003年 仅云南闻山州因雾处地雷而伤残的村民 就高达五千八百七十八人 旗下辖的杀人再曾一度出现 过八十七位村民 仅剩七十八条腿的惨烈情况 在这里一条腿的人不奇怪 两条腿的人才稀奇 目前 中越边境尚存在四十八片雷区 九十五个雷场 共计五十多万枚爆炸物 以目前的排雷速度来看 想要清光这些地雷 至少还需要二十年时间 如果排雷真的像电视剧中那样 站着不动就行了 怎么可能还会有这么多人 因低雷伤残 甚至牺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